哈喽,大家好 就说一下看破放下 看破是什么呢 是看破它的道理 放下呢 是放下心中的包袱 比如说看破 对我来说 比如简单的看破睡觉 以前的时候觉得睡觉可舒服了 就多睡一会儿呗 反正有大好时光 就是说啥吧 每天就是比如说人工作八个小时 当时觉得说每天干点活得了呗 也是睡觉 可是现在我不这么想 因为睡觉吧 所以你会发现睡觉其实很好体力 人反而会瘦 然后呢 浪费时间 躺久了 对身体也不好 也不必要赖床 那就不如起来 所以我现在也不敢在床上赖 以前我可以在床上赖 十几个小时 现在不敢 现在一般不超过 我看看吧 差不多也就八九个小时左右吧 就是包括 一般就是这样 在日程学习紧的时候呢 一天会睡六个小时 多一点点 六个到七个小时 学习不紧的时候呢 就多一点 但不会再像以前 可以在床上躺十二个小时 躺一周 所以还是要看破 然后放下 放下帮助看破 因为不再那么贪恋床 发现其实床也没什么好贪恋的 就可以再让你放下 加油